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韩国媒体独家报道了 韩兴帕瑟俊与150万网红兼歌手 苏死恋爱的消息 今天,JTBC新闻独家报道了 帕瑟俊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苏死 两个人跟普通情侣一样 一起运动等享受频繁的约会 苏死是以课本为主的网红 但也不能说是一位普通的网红 他在2017年有发表过歌曲 去年12月也正式加入了新的经纪公司 而目前在韩国论坛 也出现了两个人的合照 但是对于两个人的恋爱消息 法修军的所属公司则表示 有关演员的私生活很难帮忙确认 没有什么可以告知的内容 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人唱歌很好 长得有点像阿姨苏吉混合起来的感觉 功课也好,英文也好 不能说是网红,几乎见记是艺人 因为YouTube演算法 我看过他Cover的影片 原来是他,我 我去他的频道听了一下 唱歌真的很厉害 感觉两个人蛮相配的 苏死唱查理布斯歌曲的影片 大发 这个影片是频道点击率最高的影片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超级明星竟然跟YouTube交往 太逊了 所以对于伯瑟俊的恋爱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演员古耶森自爆与HP娱乐的纠纷 吐槽自己受前夫安静人的影响 才会一直被HP娱乐欺负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6月18号 HP娱乐公开了与古耶森的诉讼结果 2020年4月20号 古耶森根据判决向HP娱乐支付了赔偿金 之后古耶森又向法院申请了合约效力终止处分 但在2020年7月1号被驳回 2020年2月18号 古耶森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HP娱乐向他支付YouTube影片收益 声称自己有HP娱乐YouTube频道中登载的影片版权 2023年6月15号 法院已无事实根据驳回他的诉讼了 在HP娱乐的声明之后 古耶森发文反驳 之前因为没有收到部分电视剧片酬而伤心过 前公司还欠我YouTube的片酬 我的损失超过3亿 这件事真的需要自己承受吗 我是因为相信前夫安静人才加入HP娱乐的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欺负我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判我败诉 也不想承认所以一定会上诉 也希望以后后辈们不要经历我经历过的事情 也想为目前这种先出演后支付的体制敲响金钟 马上HP娱乐再次反驳 这些年来 古耶森以各种虚假理由 诋毁HP娱乐的名誉信用 歪曲否认法院判决 妨碍公司的业务 严重损坏了公司的名誉 公司也无法再做事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位又开始了 之前有人说 俺见人电视剧开始的话 他一定会重新开始 结果是真的 诉讼都白诉了 真的是雷真的 有点遗憾 真心觉得需要治疗 对于古耶森再次提到安洁 原搜索公司声明 对于持续的造谣 不会做事不管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脸黑粉的李姐 前一阵子被很多酸鸣狙击 太胖了 不配做idol的李姐 其实还有很多人身攻击性的酸烟 总之11月17号 在菲律宾召开的演唱会 李姐展现了超级好的身材 打脸了黑粉们 李姐出道的时候 因为太像洋娃娃了 所以胖了一点就被那洋骂了 骂李姐的那些孩子们 你们瘦了一点吗 不过李姐瘦下来后 真的跟女神一样 所以总结一下这段内容就是 这几个月又胖起来的我 也要开始前飞 对不起 对不起